这生活就好起来了 对 你们最好的时候 一年能接多少桌 赚多少钱啊 可能一个月吧 最多歇一天 哦 那相当不错 就不分什么淡季 旺季 天天 天天都有活 那生活改善了 自己买房了吧 买了 对 买了 那个时候买房了 2008年 也买房了 也买车了 然后把家里边的房子又翻修了 太好了 就是那几年挣的钱 真不错 所以你看其实 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很温暖的 还是给大家创造很多机会 只要你努力肯去做 就能改变这个贫穷的现状 是 勤奋呀 就勤奋的 这一个月就一天休息 真的是勤劳师傅 那后来怎么这个生意不做了 开始又回到老本行卖 买薪膜了 就天天有活 天天有活 不就干的免疫力下降了吗 就有病 免疫力发烧 烧了有半年嘛 爱人呢就一直在照顾我 那个时候就是 就是等于说是 天天发烧 天天发烧 就不能听见外边有动静 就是又 谁说话我就都等 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想活了都 他 要加满图书 我们俩我也是要加满图书 累的 对 这骨膜炎 你看这手肿的 他的也是 我的也是 然后去医院看病人家说 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那我说要命了 要命你就别干了 一咬牙 手机一关 不干了 不干了 我就上河北了 所以我就想想 还重新开始卖白急膜 那现在卖白急膜 摆摊多长时间了 那又六年了吗 那收入怎么样啊 收入反正养家糊口是没有问题的 能透露一下最多的时候一年 能赚多少吗 也这么多 就不一个摊就是十多万块钱 那也可以了 一年十多万 一年啊 在小地方养一个家 孩子们安安稳稳稳地上学 对 我相信你们两个孩子 也是那种快乐的小孩 对 很动刺 因为一路跟着爸妈从苦到甜 是幸福的一家人 对 幸福也有心愿 所以老哥今天来到现场 也是带着幸福心愿的是吗 带着呢 来 那么有请郭先生上前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来 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是 开一个连锁店 好 谢谢 来 请回来 郭先生 想开一个白急摸的连锁店 对 就在你们家乡附近连锁吗 对 我想在我们县城开一个 我就想着 我以前那么困难 现在我过好了 我想把这个手艺 让大伙都去学习 我就免费传授他们 让他们也过上 幸福的生活多好 好 那今天我们老板们 会怎样帮到郭先生 来 有请 我觉得二位嘉宾 这种勤奋的精神 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我们周世环硕传媒呢 愿意用我们的资源 加以推广 改善我们高质量的生活的同时呢 能让大家吃到 更美味的美食 人生的经历啊 在青春年少的时候 所吃的苦 终究会在以后呢 回报到你 我们长存康达医院减肥基地 愿意对您的心愿呢 给予助力 同时呢 我们更希望把您的技术呢 引入到我们医院 给我们前来做减肥的消费者 包括工作人员呢 去品尝您的技术和美食 杭州闪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庇物库中心呢 就是教育 我们是不放弃的 对下一代的孩子们来说 但是我们一样的 你们在社会的大学里面 历练了很多 从困难的时候 走到了现在富裕的经过 就是不放弃 刚才你又对您太太那首歌啊 特别的有感觉啊 我觉得您唱的比您说的 还要好听呢 那首歌是我自己写的 我就是写给她的 你自己写的 哎呦 太棒了 哎呦 这个带子鼓掌啊 真写得好 给您点赞了 看世界深圳国旅呢 为您两位呢 提供一次这个蜜月之行吧 补衣服您之前的那种 比较清贫的那一段日子